台北市北投中继市场 在今天正式K幕了 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 和五党级市长候选人 黄珊珊同台来见证 而台乡们现在搬到了 整洁的新环境 他们也夸口生意变好了 现场不少人就直接戴上 黄珊珊的竞选口罩来表态支持 宛如像是竞选造势大会 每一天的生意 抢抢棍啊 支持感谢大方表态 北投中继市场开幕 新环境干净整洁 摊商笑容藏不住 台北市长柯文哲 五党级市长候选人 黄珊珊同台来见证 市政活动顿时充满选举位 摊商都是自由的 所以他们想要做什么 我想也没有什么行政问题 我是市场会长邀请 方言望去不少摊商 直接戴上黄珊珊的竞选口罩 宛如造势大会 市政成绩挂帅的黄珊珊 谈起对手蒋万安 说要恢复U-Bike 前30分钟免费 活力全开 原来的方式的话 大概要5亿左右 重点在于 这个城市已经进步了8年 怎么会有人想要退步到 当年的8年前的回头路呢 那个是草创阶段 跟现在的专潢完全不一样 我不想说他是草包 但是我觉得这个证件就是草包 难得说重话 而证件被形容是大撒币的 除了蒋万安 还有民进党北北极桃四位候选人 共推现行的双北1280月票 要扩大适用到基隆跟桃园 我也知道世界上最难听的话 就实话 就说这个时候 讲一代天花乱坠 问题是选后都很难实现 各位要选市长的 拜托大家 比较务实一点 我说我每天看 每天再聘选票 我再受不了 在首都大了 行政院昨年也讲了 也讲了一些正面的回应 左批国民党 右打民进党 全战最终倒数 柯文哲 黄珊珊 抓紧执政优势 力拼扭转局势 介继场 远兰静凡 SG小组采访报道 不过也真的是 让大家堂木结舌 这样的发音呢 是来自于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安之口 因为这两天呢 梁思雄来他受访说 都口误他说错话了 像是把刚刚的 称木结舌说成了 堂木结舌 他另外在回应 时事的时候呢 自诩尊重媒体的许 他说成了自意 结果因此遭到 对手陈时中反酸了 说他可能是在矽谷 待太久了吧 万安看到已经很开心 走出台北市下乡到云林 公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安出席 胡伟建国一村启用 远离城市喧嚣 心情显得特别好 小时候很害怕吧 尤其天黑以后 我说我要上厕所 看看而谈 小时候趣闻 但七号八号 蒋万一连两天 不知道是不是选战 压力实在大 回应问题 口误连连 我们这种抹黑的方式 跟手段 真的令人堂木结舌 布满前连电董事长曹新成 质疑自己在矽谷律师经验 只是打砸做文件 蒋万强力反击 但仔细听 蒋万把称目结舌的称念成堂 而同样的问题 七号 蒋万在立法院回应时事 也发生过 民进党自意 尊重媒体 尊重言论自由 听到了吗 蒋万把自诩的许念成自意 连两天平平口误 也被对手诚实中酸 是矽谷律师在美国矽谷 待太久了吗 我想可能在矽谷待久了吧 如果回到家 我的当儿子得力 就跑过来跟我讲 爸爸你念错字了 应该念 春暮结舌 自询 他说爸爸你要罚念三十遍 罚写三十遍 然后他也特别告诉我说 爸爸犯了错误 不要怕 改正就好 蒋万发音错误 让儿子也傻眼纠正 随着选战进入最后关头 蒋万抢救选情前 也得先抢救国文造诣 借台北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